我们首先就来谈一下 目前最热门的 就是在6月16号这个周末 那这是黄埔军校的百年校庆 两岸都有盛大的庆祝活动 那整个事情发展到现在 好像就开始 尤其是赖清德表示要全程参与 那细节上看起来 似乎有一些他的企图跟用心 我先让介老师来解读一下 那我们知道1924年6月16号 黄埔军校是在广东广州的黄埔区成立 那当然在两岸今年百年的活动 我特别在我的这些微信群组上看到 大陆也访问了很多老兵 口述历史等等 那周年有非常多感人的一些故事 台湾也有很多的老兵陆续凋零 那在今年大陆邀请了很多 台湾的退役军人到大陆去 所以一开始我问一下 这个介老师你怎么看待 今年两岸的庆祝活动 那在我们的高雄凤山的黄埔军校 这场活动赖清德已经预告了 他会全程参与 我想赖清德现在的重点 就在抓枪杆子 抓军权 然后抓军心 所以这是他 我想他最着重的一块部分 你知道他是要推动台独的 台独基本上的话 那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 他很多台独的主张都认为 要打仗的话靠美国 靠日本 这话这个说服力很低 因为那个是靠别人的 所以我想这个过去台独的政权 他们比较没有机会 直接对军队做这样子 这么直接的掌握 赖清德不同 他一定要把枪杆子 牢牢抓在手上 他要有信心 那除了这个你的体制上 你可以控制之外 那你还要强调 他的这个军心 对 特别是我先打电 我问一下这个介老师 这个军事啊 防务啊 这大概是赖清德最弱的 一环专业 那当然我们看到任何领导人 他能不能够抓住军权 这些政权是否能够稳固的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这也是赖清德的弱想 特别是台湾很多军人 在想为何而战 不支持台独 但是有一天 要为台独而上战场吗 所以你怎么看待 赖清德这一次 很多的细节陆续出炉 在这里呢 他会有一些活动 他会全身参与 包括黄浦特展他会去看 然后他跟学生师生代表 共进午餐 然后他到的时候 会有20一响的礼炮 那他会坐上阅兵车 来教育等等 所有仪式走完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他在这个致辞 说他要怎么致 对他来讲的话 其实他过去 这一次要庆祝黄浦百年 孝星的时候 为一些军方的 一些退休的将领的朋友 他们说绝对不去 他说我们黄浦军校 要是建立中华民国 很重要的 让中华民国今天能够存在 很重要的一个武装力量 是为了中华民国而战 那中华民国的存在 是为中华民族而存在的 所以他说赖清德 不承认中华民族的 他是炎黄子孙 而且把中华民国 看作台湾的一场灾难 那他们说这种 他不表明立场的话 是不会跟他同台的 所以这次去就是说 很多黄浦的这些退将 还有校友 很多都是因为赖清德 去他离不去 那所以这也就是赖清德 跟他的这些独派 他们所最畏惧的 因为到这个枪声一响的时候 那么这些军人 是要站在他身边才行 那过去他们对这些 就是说黄浦军校的这些退将 也不好啊 他们过去曾经清算过他们 把他们当作什么 这个米虫 尤其退休的这些军人 都被他们在过去的社会 说是台湾社会的米虫 然后呢 苛扣他们的应得的退休金 那所以他们对过去 对这个台湾的 就是说中华民国的军校 军事体系的这些 训练出来的军官 并不认同那现在是因为需要了 所以回过头来来笼络 那可是问题他又没有放弃 他的台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立场 那基本上跟中华民国 两个是对着干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他这个 在凤山黄浦军校 他已经刻意强调了 他说黄浦军校分三个阶段 一个是黄浦 一个什么 成都 一个是凤山 他的历史观是切割的 凤山的陆军官校跟黄浦 看起来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他不会成功 那不过我倒对他 在这一次这个致辞里面 他要怎么样让效忠 中华民国的一个部队 最后来效忠他去建立 台湾共和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怎么讲 我觉得是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还是要看他要怎么演 我跟线上同学说明一下 因为也许线上有很多 我们看到包括大陆 包括海外的华人朋友 当然大家都支持一个中国 那当然在1949年 两岸分治之后 在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当然台湾的军队 当然就是效忠中华民国 当然这也是中国的概念 这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过去大家都觉得 赖清德的这种台独思想 跟中华民国也好 跟台湾的效忠中华民国的军队来说 是格格不入的 是冲突的 所以这次他去呢 大家就觉得中间一定有一些有戏 对不对 我们看到1946年 这个黄埔军校在台湾 改名为陆军官校 到了1950年 在高雄的凤山副校 那不管在这个誓词里面 还有校训里面 当然讲的都是中华民国 那当然现在赖清德是 中华民国借壳上市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些细节 就是说他要怎么讲那个谈话 在520这个谈话暴冲之后呢 两岸陷入了极度的紧张 所以现在又是一个 向左走向右走 他可以利用这个场合 把520的紧张谈话 稍微远缓一下 那就是释出善意 但是他也可以在这个场合当中呢 继续加大两岸的紧张 你觉得他会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他基本上他不会 对大陆示弱的 他这个选择出发点会是 加强对于他对军队的 就是说一个主张台独的政府 对中华民国军队的一个 思想的一个怎么样 一个掌控 那过去他我想就是说 我们猜他会一定讲 我们是为了民主自由的体制而战 我们是为了生活方式而战 没有错 其实过去从蒋介石开始 从这个到蒋经国 一直讲到两岸是为了 制度体制之争 可是问题呢 蒋介石跟蒋经国 两个都是为了中国统一 是 他的最后最后的终结的目标 是中国要统一 那是要用哪一种制度来统一 中国之争而已 而且从来都是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所以在这个结构下来谈制度 那现在赖清德 他这个民主自由 会让人家感觉说 你这个民主自由只是个什么 只是个工具 用民主自由这个口号来 实践你台独的政治目标 因为你前提你就认为 台湾人不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你根本的民族的认同都没有 那根本跟中国大陆是 两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文明 不同的种族的话 那你跟大陆有什么好 制度之争的呢 所以我觉得就变成 就是说其实 就是说对黄埔的子弟来讲 第一个是坚决认同 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那也是中国人 那这个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你前提你就不认为 你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你不是中国人的话 你去讲什么制度 有什么意义呢 对不对 而且你本身 你们这些从蔡英文执政以后 你在民主自由上面 台湾的民主上 你是开倒车啊 把中天的这个言论 这个电台都关了 你现在又记起了很多什么 反渗透法 你过去黄埔的很多毕业的 被名从蔡英文的时候 被所谓的间谍罪起诉的 可以数得出来 非常的多 那这一次在黄埔一百周年的时候 你看他们叫这个 叫他们这个民进党的 相关的退伍军人的官员出来 就恐惧啊 说你去了就不要给我回来了 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然后呢 还有说 因为涉案被取消退休奉的 有多少人多少人 天天在放这个 然后最近又在放一个消息说 这些要去参加黄埔的这些 去广州参加这个黄埔军校一百周年的 说大陆是要先上他们从厦门上岸 直接办厦门身份证 让他们这个有什么方便什么方便 我是觉得 这一次的黄埔的这个百周年校庆 其实从民进党角度来看 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工程 非常重大的工程 一方面他要警告这个 所以就是说还怀有大中国思想 中华民国观念的 这些黄埔的这军人来讲 要警告他们 第二个就是要切割 把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国军跟这个过去的国军 把它彻底切割 实质上就不是国军 就是台军了 刚才老师讲到一个重点 今年其实大陆也是有大规模的 庆祝活动 6月16号在黄埔就职 会有一系列的庆祝 然后6月17号 据说政协主席王沪宁 在人民大会谈会有一番谈话 那主轴可能是 这个黄埔精神就是统一中国 然后会以中华民族 来定位两岸 那当然基调就是 两岸都是中国人 所以要避战要促和等等 那赖清德会怎么讲 赖清德可能就会抓 刚介老师讲的 守护民族自由 保障民权 等等用这个角度 换句话说 他要重新去定义黄埔精神 就是在军校做这个事情 然后跟他的台独主张 慢慢的收拢 那过去他在郑南荣 这个纪念仪式上 他讲过要洗涤人心 这四个字大家都听懂了 毛骨悚然 所以他接下来要洗涤军心吗 他洗涤得了吗 我想对年轻的 当然是他会成功的 他们这个已经掌握教育的 这个历史解释群那么久 那军队其实我觉得 他们也是对于就是说 比较这些退休退伍的这些 这些黄埔的子弟 我觉得他们也不寄望 基本上就是警告他们 不要去大陆而已 那实际上他是为现在的 这个军事体系的人 你也看到很多黄埔的退 这个黄埔的子弟 也没有什么精神思想 也是替民进党政府效忠 那还有就是说 现在的军校的这些 现在是那脑袋里会装什么 就是他们往里面填 所以我觉得他是会奏效的 那他只是不放心的 就是说这些了解 台湾军事实情的 了解台湾军事机密的 这些退休的黄埔的子弟 他们可能不愿意跟他合作 他们会把他视为 岛内的第五纵队 你看这个赖清德提名的 不分区立委的第一名 对不对 这个黑熊部队的立法委员 沈柏扬已经开始讲了 他说台湾内部的第五纵队 不是几千几万人 非常多指的哪一些呢 指的这些不愿意 在思想上顺服 台湾人不是中华民主 就是两岸是所谓的 所谓的是 是民主自由价值之争的 这一些头脑还清醒的 黄埔的这些子弟 那在这两岸的论述下 当然就是希望能够 争版面争阅话语权嘛 你觉得赖清德这个洗涤军心 在这里展现 然后当然这个不只是面对 台湾的军队 还有他自己的支持者 还有乃至于面对国际社会 你认为他这篇演说 我的意思是说能够发挥什么 实质的效果吗 台湾的军队当然了 现在都是年轻人嘛 对对对 他们也是经过教改洗礼的 一批年轻人 可能中心思想确实是比较模糊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实际的 就是未来假设有那个 大家不愿意想象的那一天 他们会愿意为台独而上战场吗 我觉得已经当了军人的人 他没选择了 当了军人的时候 你手上拿枪的时候 你就是听上面命令 除非你弃职前逃 他已经当了军人了 他没选择了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是觉得这一次 就是说赖清德的演讲 他有两个大主轴 看他要踏哪一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他很可能就是说 这一次将来两岸战争 是为了生活方式 是为了政治体制 社会制度而战 他可能会强调这一方面 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他会不会又提到 台湾跟大陆是两个 暗示是两个不同的国际 我想这个他会还是 会不会放弃 我认为他还会 还会讲两岸是互不隶属 对 因为昨天节目中 我们在讲 他光是端午节吃粽子 这件事情 都要扯到什么 各国的粽子 粽子文化大有不同 是啊 对不对 那昨天我们就讲了 那为什么都在农历 5月5号庆祝端午节 所以赖庆德我觉得 不要低估他这个落实台独 为台独而战的这么一个决心 那这一次这个就是说 我知道台湾这个黄埔子弟 筹备黄埔一百周年 已经搞了一两年了 这个中间各种力量介入 非常的复杂 这是一个政治的一次怎么样 我觉得立场 军事人员政治立场的一次 大对决 就在台湾岛内 暗潮汹涌 那么这一次甚至我觉得 像台湾会有一区 黄埔的子弟会去黄埔 去广州去庆祝 我都认为他们也是冒了 很大的风险去了 还冒了很大的风险 对 会被清算 所以这一次其实对台湾来讲 我觉得重要的一战 对重要的一战 岛内我觉得就是说 中华民族的这些 认同中华民族的 跟不认同中华民族的 两派的一个重大的一次决战 我觉得会有历史性地位的 对 而且它是一个分水岭 看它怎么过 过去后就是另外一个局势 所以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一次 政治活动 政治性的事件 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两岸的这个 我们看到不管王忽宁 还有这个赖清德的当天的演说 跟论述都会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在此刻赖清德上任之后 他作为任命了新防长顾立雄 那他虽然是这个律师专业 但他提出了很多一些 新的一些想法 但无论如何在这个 毕竟这个三军统帅 还是赖清德嘛 其实立将军提供了一个细节 每年的这种校庆 他都会有个细节 就是说主席必须要带领朗读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的军人独训 那这个独训的原文 我也看了里面有十条 但是第一条就是我中华民族 雄聚东亚 你觉得中华民族 赖清德会认吗 我觉得他会认 其实这次在520就职典礼 唱国歌的时候 他跟萧美琴都唱 里面都是还有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 武当所终 他也唱了 对 他都唱 他最主要就是说 如果说台独立场会被独派 质疑的政治人我 他就不敢唱 像赖清德唱 他不怕丢票 他不怕丢票 那民进党都知道他是假的 因为他知道他心里面 是跟他们站在一起搞态度的 所以我认为他会讲 对他来讲一点都不难 民进党的人从来都是怎么样 很多事情他做了他可以搅赖 当成逢场作戏 逢场作戏 大家合眼一出 合眼一出 他就是他可以 这些人可以跟中华民国 共存了70年 还要继续用中华民国招牌的 这批人 你知道他弹性有多大 可是他推动台独的决心 也是很强的 对 当然除了 这个洗涤人心 这种软力量之外 这个军事还是一个硬实力 那当然硬实力的部分 两岸的落差三大 那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最新消息 就是一名大陆男子 60岁大陆男子 他驾着一艘快艇 就长驱直入 到了我们的淡水河 然后他还登陆了 那上岸之后呢 大家还开玩笑 昨天端午节 他怎么没有跑去 买个阿给吃个铁蛋 那他后来这个 自己报案之后呢 当然现在这个落网 那今天有很多的细节出来 我们觉得在军事上来讲 我不知道这个介老师怎么看 就说这个台湾的海军破防 那海巡也破防 那不要说12海里 6海里 当然以台湾的负责人管毕临 是说有发现 但当时认为是渔船 然后这名男子也被看到 他是这个曾经在大陆 这个海军服役嘛 他有相关的一个背景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其实就是测试吧 其实就是说过去 我想过去20年 我想我们这个军队 可以说是军被废弛 军计荡然 因为大家都怎么讲呢 政治的政党也好 政治体制也好 都以争取选票 作为最高的一个考量 所以你看那个冯仲秋事件以后 居然那个时候的政府 把那个军阀的机构 都整个废尺 都给他废掉了 所以这怎么打仗呢 其实这个军队是另外一种文化 它是一种强制的一种军纪系统 你没有这个你没办法打仗 可是过去20年台湾的军队 所以大家都知道不能打仗 为什么 我有很多年轻朋友 去当兵当四个月 我说你四个月干嘛 他说就是天气热 我们就在营房吹冷气 看电视上这个思想教育 然后呢你知道看 我就帮长官开车 对不对 我也很自由 那不像我们在 我们当年当兵两年的时候 第一次回到家 家里人都认不出你 整个人都变了 因为我们在那个艳阳之下 在恶劣的环境里面 在泥土里面打滚了 三个月新兵训练 整个人都变了 那他们当完四年兵 我看养的白白胖胖的 那就变成整个军纪废尺 那这一次你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整个的 包括海军体系的话 它有三道网它全部忘掉 它全部都没有 设备是越来越好 然后呢这些装备 是花的钱越来越多 可是呢它没有效果 它没有效果 其实你今天进来以后 比如说这位大陆人士 进到这个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淡水渔人码头 在你不知道是喝咖啡还干嘛 居然这个政府 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他说这个 这个我们当时就查到啦 对不对到现在也没有承认 犯了什么错 他只是在呢 要在过去的话 第一个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立刻有军方的人士 有海巡的官员要下台的 要负责的 那可是问题 你要他下台你就是认错了 那现在的政治 台湾的政治文化是不能认错的 这都不是没有这个报导错 他用这个假讯息 来怎么把你把你推 然后把这件事情让他淡化 没有人注意就没有事了 所以呢这个就是现台湾的 一个政治文化 那造成你这个军纪废尺 那看起来好像很大 都是表面功夫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这一次 赖清德他会在 这个凤山路军官校的演讲 我觉得他会进一步的 削弱整个这个怎么讲 军心的一个凝聚 大家真的越来越不知道 为谁而战 那不是每个人都什么 愿意为台湾台独而战 你怎么包装也是为你赖清德的 台独而战 要不然两岸有什么理由 现在不和解不和平 为什么会走上线 兵雄站围 就是你要主张台独 本来两岸的制度 两岸的各方面的发展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应该是双方分酒闭合 来谈合作 来讲把自己彼此的敌意降低的 这个情况吧 那结果呢 就是因为搞台独要搞 搞到现在的兵凶站围 那赖清德要继续 要维持这一部分人的 就是说支持积极主张台独的 可是你看积极主张台独的这批人 年轻的捍卫队好了 就是他们的黑熊部队好了 他们在街上上街头的 那时候不是有人去旁边说 摆一个募兵站 让你们去从军吗 哪一个去从军啊 没有人从军啊 对 你不要说哪一个从军了 你看看 当然全世界各地的 分离主义 其实硬实力还是军事嘛 很多是由军事将领 带头开始从事 你看看台湾的这些核心的台独团队 从赖清德到他身边这些 这个板上钉钉的这些台独分子 哪一个是具有军事背景的 都没有 他们的子弟哪一个送到军校 也都没有嘛 那沈柏阳也不是这个军事专长 所以看起来这个台独还就是一种手段 为他的政权做服务 所以搞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军事的力量也包括 但是我是想让这个季老师谈一下 从这个黄埔的这个百年 一路看到现在的新防长顾立雄 他其实大家不能够等闲视之 因为他确实还算是一个 蛮有头脑的人 他的个性也不算是太暴冲 虽然就是说他能够忠实执行 这个上面的这个旨意 但是你看到最近他对于两岸之间 包括第一级的这个用语 他也不再使用了 他用这个自卫权 那这次这名大陆男子直冲淡雪河 而且上岸 在立法院就立委问他 这算不算符合第一级 他也说不算 性格来讲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他并没有走这个赖清德的暴冲 喊打喊杀的路线 他跟赖清德之间 会有个什么样的搭配 做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操作 我想他事实上的话 基本上我想赖清德叫他去的话 主要应该是要整顿一下 过去在蔡英文政府的 那个军工系统的那种腐败 不过这个现在还让人家 不晓得到底里面黑洞有多深的 这个所谓的潜艇案 对不对 那这些部分的话 我想要讲这个签合约 要讲谈判的话 我想律师出身的 这个顾立雄是品适合的 而且蔡英文的时候搞了1190亿美金 几乎6000亿台币的军事支出 这中间弊端重重 那我想他的角色 应该是在这一个部分 那打仗的部分的话 顾立雄也讲了 这是职业军人的事 他不太管 他不太管 虽然现在这个相关的法令的话 其实他是应该做重大的军务的裁决的 可是显然他不想扮演这个角色 那就是要靠职业军人了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对赖清德是一个 怎么掌握这个军队 这个军队能不能打仗 是一个赖清德最大的一个挑战 也是我觉得他心心念念 想要有所作为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我觉得整个的 所谓的未来的两岸战争的 整个的战略方针 我想赖清德基本上是 完全双手奉出交给美国人去决定 他是完全靠美国的 所以才会摆出一个这个 这个其实就对自己的军队 是没有信心的嘛 那这个军队只要到时候 在战时的时候 不要有这些有这些杂音 有这些效忠的问题 不知为何而战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就是他 就赖清德来讲话 他就应该觉得很庆幸 因为我觉得民进党的人 一向不信任黄埔的子弟 一向不信任黄埔 只是现在就是说他再怎么样 他也要一事而已 就是要一事 那么到最后历史的规则很有趣 就是说这一些意识形态很重 然后自认为有神圣使命的人 可是实力又不足的这些政治团体 最后他没有办法跟他的主要敌人对决 他在对决之前 他会在自己的控制的范围里面 掀起一大波的整肃 甚至政治破坏 甚至到这种杀戮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你说亚述云的方式吗 就是亚述云的方式 所以这是台湾我觉得 有比较大的危机 这比较大的危机 那现在这很多迹象显示就这样 那这次我觉得很多可能要去 大陆参加这些大陆举办的 有关的庆祝这些黄埔的一些 一百周年的这些台湾黄埔的子弟 我觉得他们是怎么讲冒了极大风险去的 这些因为是台湾的一些 退役将领军人嘛 那当然最直接的 他们还有终身奉嘛 一些待遇嘛 这个回来会有些变数吗 会啊 会啊 这还是小事啊 这还只是用钱啊 其他方式的话 罗资罪名把你关起来也很有可能啊 对啊 要不然把你的名誉给你毁掉 头痛给你戴红帽子啊 所以这百年的这个时候 算是赖清德刚又上任 他算是一个台湾岛内的一种 某种反转吗 你觉得利用这个时机 我觉得这是他要抓军权的一次机会 对 甚至也要整肃一击 他这种整肃 他当然先把你一批人 把他打成红色嘛 对啊 先把你的这个 把他归类 然后就开始把你缩小包围圈 然后最后把你打击掉 把你消灭掉 这个所以就是说 对付外面的这个好挑战 它是束手无策 对 束手无策 对内部的他的政敌来讲 意识形态不同的话 那他可是有的是办法 对内的部分 听了这是毛骨悚然 从他这个洗涤人心的话 就预告了这些事情 那对外的部分 当然这个顾立雄上任之后呢 他就下了几道令 包括这个引起生意最大 就是主副长官同时可以休假嘛 对 那这个部分怎么看 它就是个躺平概念嘛 对 我觉得他基本上 是一种选举的一种 一种意识形态的投射 因为他们什么都是要争取 大部分人的一个好感 那他会问这些大部分 所不喜欢的事项是什么 他就拿出来 当作他一个改革的一个来争取多数 因为他也要他讲 我这是争取军心啊 让军队都拥护我啊 觉得我是很 我是怎么样 很了解军队 休假宽松 休假宽松 可是你知道当军队里面 大部分所有的这些 他的要求来讲 都是不受大部分欢迎的 因为他都是强制性 非常非常怎么讲 非常严厉的一些措施啊 像我基本上我认为 踢正步那个不只是体能 它是一种精神的训练 还有意志力 意志力的训练 那刺枪术 它是一种体能的训练 也是一种战斗意志的训练 我两个我都被训过啊 我训的时候都很苦啊 对不对 那当你说你喜不喜欢我 我觉得太辛苦了 好累啊 没必要 不应该这样 最好让我躺在那边喝冰水 对不对 不要晒太阳 不会像我们在部校的时候 每天就在那个 列三十几度 三十五度高 太阳下晒太阳啊 对啊 晒的人都快干掉了 那你喜欢 当然不喜欢 你最好顾立荣说 以后这个好不能晒太阳 大家都怎么样 都在棚子下锻炼 那更好啊 跟你这军队就没办法打仗了 军队是要在各种情况 这个困难的情况下 还愿意什么 就是冲锋陷阵 不顾个人安慰 个人喜好 那他这个作为的话 就是瓦解军队的这种 所谓的战力 心防甚至体能嘛 那可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他的出发点就是说 这是我争取军心的方式啊 他是用选举文化投射出来 我要争取他们 可是呢 他比较牺牲的是 整个军队的他整个作战力 跟他的心理的素质 跟他实际体能的素质 还有战绩的素质 都挖解掉了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让这个介老师来分析一下 那你怎么看待这次 北京所举办的 一连圈庆祝活动 我觉得北京事实上的话 大概觉得这个是一百周年了 过去也一直用黄埔嘛 来建立两岸 就是说尤其在军事背景人员之间 一个互动的一个桥梁啊 可是可能就是这是一百周年 所以比较盛大一点 两岸的关系也比较紧张的时候 那看起来把它提高一点 这个表达 不过我也觉得这个论述也很重要 那没有错 就是说这个黄埔的精神 就是统一中国嘛 没有错 国共也合作过两次啊 都是为了中国的这个命运嘛 第一次黄埔军校当时是国共 联俄融共 孙中山联俄融共 联俄融共 其他支 那五百支步枪还是苏联提供的 对不对 那时候很多政治教官 鲍罗廷都是当时从苏联到中国来的 那时候周恩来也是政治部主任 才二十几岁啊 毛泽东也在黄埔军校 然后黄埔一期二弟子弟 后来在解放军里面也很多啊 比如说这个林彪就是黄埔四期啦 对 所以那个是一次 就是说大家放弃政治意识形态 对不对 那么集中为了国家的命运 一起打拼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这很重要 第二次国共合作 对不对 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说大陆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嘛 对不对 大家总是有共同的目标啦 对 那我觉得就是说黄埔的精神 其实我认为应该是七个字 因为黄埔军校是孙中山要建立的 孙中山的遗嘱应该就是黄埔的精神 叫和平奋斗救中国 战争是为了求取和平的 对 所以你要有武力是为了和平 那要奋斗 也不要太容易怎么样 就松懈腐化 要奋斗 最后整个的你今天拿起枪杆子 对不对 你牺牲 你抛弃弃子 你牺牲性命 为什么 救中国 所以我认为黄埔精神 就这个孙中山的 所以放到今天应该是 和平奋斗 统一中国 统一中国 所以当然今天 这个台湾的这个 对台湾前途的话语权啊 我觉得这个台湾的反对党的声音很微弱 必须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 就是说两万为什么要九上战争呢 对不对 你今天你搞台湾独立 你可以告诉我说 你可以用不经过战争的方式独立吗 对不对 如果你可以的话 如果可以的话 你赖清德为什么 你赖蔡英文要花掉 花掉6000亿台币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又开始整军金武 赖清德一开始有跑到凤山 陆军官去那边 建构他的这个台独 台独理论的这些建军思想 对不对 可见你是 你这个政治主张是否好 两岸带到战争的方向 把台湾带往战争的方向 那两岸和平 两岸统一 那台湾事实上话 我们立刻就没有战争的威胁 从台湾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对 大陆常常是从大陆 整个中国角度看 这是无可后悔 可是他要了解台湾的论述 要从台湾的角度看 而且是从台湾人民的 幸福跟安危的角度来看 那我想就是说这方面的论述 还需要很多人的努力 要不然你就看民进党 不断地在建构各种论述 他现在光一个论述 说为了台湾搞台独的原因 民事会要站在民主自由这一面 保存民主这是一个价值之争 那为什么没有另外一套说法 可以把他这一套这个讲法 把他整个的怎么样 把他浮体抽薪 把他推翻 不过这次本来我觉得就是黄埔 这一次的这个一百周年的 两岸的纪念活动 我认为在两岸关系上 有极高的政治定位 那么就看这个论述方面 我觉得最重要是能够 影响台湾的黄埔子弟 影响台湾的社会人心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把他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配件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好朋友们 你也有睡眠困扰吗 推荐您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菌 帮助您睡得好 美丽更加分 即日起至6月30日 三入组限量送 随行果汁机一入 送完为止 更可搭配快点购 618狂欢年中庆 全场消费满千就送百 最高回馈618元 现在买最划算 再加100元 就能够超值加购 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一起来快点购 线上欢庆 享受绝佳购物经验吧